北京时间8月11日晚,广州恒大可场对阵长春亚太,结果在班场比赛2比1领先的情况下,惨遭长春亚太气不登场的弹龙绝杀,四轮大胜后,恒大迎来了一场被绝杀,卡纳瓦罗迎来了一场脆弹, 或许他也清醒的意识到,自己在排兵布阵的使用上,出现了明显的漏洞,塔利斯恰与高拉特换了位置,也让球队的败局出现,广州恒大遭到亚太移行绝杀后,迎来更坏消息,接下来恒大的赛程十分不利,三天后,恒大继续客场之旅,这次的对手是河南建业,球迷都知道,客场打建业素来不好赢, 客场也还有专制各种不服的传统,接下来的赛程恒大打天津拳剑,客场打山东路呢,主场打上海生花,主场打北京国安,客场打江苏苏宁,如此赛程,恒大的压力可想而知, 在冲击冠军的关键时刻,恒大突然输球,而在其前列的北京国安,山东鲁能,上海双港都在第17轮迎球,这也让恒大输球更显差距,恒大一下子被帮手前赛球队给甩开了不小距离, 如今碰上这波艰苦赛程,尤其下一场客场打暴击队河南建业,之后连续碰到要贯队玄剑,鲁能,申华,活汉,苏宁这些强队,恒大想要实现追分或者超越,难度太大, 如果还是对阵要太这样的状态,恒大想要度取中超冠军,变得几乎不可能。 谢谢观看